大家好,欢迎来到南院说的命理频道 可以订阅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南院说,查看更多内容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 2023年鬼卯流年的十天干运势分析之牧命 2023年鬼卯年 对日主是假木的小伙伴流年的气场 天干鬼水是正硬 地之卯木是劫财 鬼水在大自然里的类像是雨露水 而假木可以当作是餐厅大树 大树是需要雨水的滋润的 所以在上半年会有资源来到假木们的身边 尤其是日主深弱的假木 简单说就是可以照着别人的建议去做 可能中间的过程很曲折 不过最后的结果基本上是好的 鬼卯年对深弱假木会是很有好的一年 这一年会有长辈贵人和同辈贵人的帮扶 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出现 下半年劫财 会认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在这里深强假木要注意 容易被朋友坑 容易遇小人 此外 还容易遇到信息危机 碰到打击自己自信心的事件 或是一件自己很在意的事情 老是做不好 不是自责就是一直被责备 从工作以及事业方面看 上半年的假木尤其是深弱假木 在事业上容易得到贵人的协助 碰到困难也会有人出面解救 给予协助 可以往外寻找机会 广结善缘 认识对自己有帮助的良师亦友 在工作上的职位会巩固 也有升迁的可能 管理能力加强 会积极地跟同事下属沟通 对别人的关心度会提高 下半年工作容易出现乱流 或是被针对责备力不从心 在钱财方面 上半年财务状况稳定 要花钱的时候会想得比较多 花大钱时会有点怕怕 如果对赚钱保持很积极的态度 有机会可以增加收入 深强假木赚钱要用正当的方式 不能走捷径 不能违规 不然会被惩罚 下半年比较容易为金钱担心 会感觉钱一直在出去 手不太住 可以选择这时候置产 一次性地把钱花出去 终结小笔琐碎地流出 就感情与家庭这方面而言 上半年单身者会有想要成家 安定下来的想法 时机也相当适当 如果一见有家庭的 会很居家 喜欢待在家里跟另一半 小孩在一起 若是之前有感情的纷扰难题 也会回归正轨 得到解答 下半年会有一些乱流出现 单身者容易陷入三角戏体 人要慎选 有家庭者 花在家庭的事件会变少 会影响感情 注意留给家庭多点时间 今年一整年都要注意父母的健康 多关心多问候 本命有正裁 要注意 若是本身有正裁 流年形成才坏印 容易碰到贵人变成小人的情况 容易被帮到忙 有事情要假守他人 过程中一定再三确认 避免被越帮越忙 需要注意的月份 几位月 7月7日至8月7日 正印年正裁月 特别注意才坏印 的现象 那假木应该做那些事来顺应流年 化解灾难呢 正印就是要做人有帮助的事情 劫财就是要主动的 把自己东西给出去 所以假木现在可以看看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自己用不到的 可以送给别人 这样做可以减轻和化解2023年的破号材 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荧木的情况 2023年鬼卯年 对日主荧木的小伙伴来说 流年的气场天干鬼水是偏硬 地质卯木是笔尖 荧木可以想象成大自然里面的小型植物 小花小草 可能很多人看到偏硬 会怕怕的 其实这个鬼水偏硬是需要的 荧木是花草 鬼水是与露水滋润浇灌着植物 地质卯木来说 可以当成是荧木的墙根 让荧木可以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 所以深弱的荧木们 这一年对你们太有利了 抓住宝贵的机会 让自己扎根在泥土 享受雨露的滋润 在上半年的偏硬流年 深弱荧木会开始冒出枝芽 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 很多新的创意跟灵感 当然也会想尝试一起没做过的事情 深强荧木就没有深弱 荧木那么多好机会合贵人运 天印也带着令人怕怕的那一面 逼着深强荧木去面对改变这件事 工作 家庭 学业 会被裹挟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容易碰到瓶颈 行动力减少 容易遇到小人 小人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是在荧幕遇到瓶颈 不突破自己的时候 所以荧幕们内心层面 要想着怎么突破成长一下 简单说 这个瓶颈 小人都是一个 让荧幕可以长出心之牙的契机 要好好把握 不然我们都长不高 路绳是个好东西 是实路的意思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有的吃 有钱拿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开心啊 这个路绳会提供荧幕强大的本器 让荧幕从矮小瘦弱的排骨身材 摇身一遍六块腹肌 壮得好像奥德曼荧幕 深弱荧幕在路绳的加持下 荧幕的内心力量会变得强大起来 但是深强荧幕 遇到笔尖会有副作用出现 会变得执着 对自己的看法做法过度检查 不愿意倾听建议 还有花钱如流水 很多钱去买一个感觉 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工作以及事业 深强荧幕事业上 容易遇到很难突破的瓶颈 让人想要转换跑道 放弃积累下来的成果 忍耐力会降低 对于过去隐忍看不顺眼的 图年再也不想忍耐委屈自己了 容易有小人的出现 深弱荧幕这一年运势起飞 工作上会更上一层楼 学生党学业会很顺利 这一年贵人运也是非常好的 金钱 路神的关系 深弱荧幕鬼 感情上也是建议先以维持感情稳定 家庭和协谱的速度 尤其是下半年投资需要注意 有可能听到错误讯息而损财 或是悟性别人而损财 感情与家庭 单身的人容易遇到对象 已有稳定对象或者已婚的人 则容易突然变得没感觉 会出现想要一个人生活的现象出现 如果以上情况都没有 就要注意感情上的小人 有背叛的可能 感情上也是建议先以维持感情稳定 家庭和协为主 真的碰上以上情境 就是要检视调整自己的感情相处模式 健康方面 偏硬容易引发潜藏的病症 建议提前做健康检查 需要注意的月份 丁四月即五月六日至六月七日 偏硬年十神月 注意消神夺食的现象 消神容易一下子拿走自己累积的东西 比如钱财 事业 健康 感情 鬼害月 即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六日 偏硬年偏硬月 注意偏硬过重 的现象 偏硬过重 以目容易胡思乱想 情绪抑郁 表达力下降 好了 以上就是南院老师 对鬼卯年牧命日主的全方位分析 感谢大家的支持 敬请期待 鬼卯年十天干之火日主的年运运势分析